Hello,大家好,我是冰果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大棚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冰淇淋果,白色 它气质的味道是有点像冰淇淋的那种味道 今年开挖结果了 但是都是留不住果 它都是长得很茂盛 都是长得很高很高 后面它一些纸条就垂下来了 它自己垂下来 这是要修剪 修剪过后它发了芽更多 你看这些都是 这些就是当初我之前是 拿那些绳子把它拉下来的 后面它又长了两三条这种枝条 所以种白色最好还是要拉下来或者修剪 这样它长得更茂盛更多 然后这边呢就是之前开花结果的 一般是那种若枝跟内唐枝开花结果的多 本来是这里结了很多果了 这里全部落完果了 从跟这个小纸一样大的全部落完果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也打过了云台树做花做果那些药 还是留不住果 后面我们在网上看了有些人说是一花受粉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建议有一些卖家 他发的果有这么大 很大他们的 我们呢就这么大就没了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各位 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 可以在下方评论了 反正我这边是留不住果了 我就想问一下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留得住果 因为今年开花是是第一年开花 他们是前年种的 已经有三年 今年开花一个果都没做住 今年应该有六七株都是开花的 都是做不住果 结果一串一串一串 很多很多都是留不住果 后面我们也搞了搞了他字条来签插 也是签 我们是八月份签插 到十月份还是没定有长根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一直是长的是那个牙 他长牙不长根 所以没办法 后面又失败了 所以现在我们改成这个签字 试一下看能不能长根 因为这个外面也是炒的挺火的冰淇淋果 吃起来的味道像冰淇淋 所以感觉这个还是可以的 关键目前呢 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 保不住果 经常落果 一个果都留不住 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你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吧 请在请求大家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的评论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